大家好,我是艾迪生 上次举办了一次武僧跟猎魔人的冰火速刷大对决 连续速刷了120层和125层 最后武僧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胜了 当时弹幕里面就有朋友说 要不要在高层和法师比比看 武僧小姐姐看到之后 当场就拍桌子大声喊 比就比 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期影片 的确,武僧跟法师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用火元素啦 都是用分身来攻击 武僧是偏向单人玩法多一些 无论是小蜜刷钥匙呢 还是大蜜150层都可以胜任 而法师呢就更像偏向组队 法师一拖三或者说双法师的队伍 都是很好的催眠方法 可以轻松无脑的组队点宝石或者刷巅峰 那这两个职业呢 作为这赛季最强的两个职业 那不来高场比赛真的是有点可惜 那今天的规则很简单 从新崔斯特姆的传送点出发 通关一场140层的大蜜镜之后 谁最先回到传送点呢就算谁赢 那比赛之前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谁会是赢家 那先来看一下两边出场选手的配装和面板 武僧呢就是目前最强的 英纳黄道风雷冲 搭配引导肩膀和萃取焚炉增伤 那26000敏捷 面板伤害呢是1100万 法师这边呢是火鸟船长 搭配双手无形法杖 那这套呢应该是目前高巅峰法师啊 但任冲层150的最佳配置 那27000的智力 面板伤害呢是1400万 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 我们看法师这边开到地上图是山洞 武僧是鲜明神殿 两边小怪超过太多 法师遇到第一个是双招小胖 武僧遇到的是蚊子小胖 法师一路往前跳直接找精英 武僧呢准备先收住小怪 哎法师开到一个立塔 完全没有任何进度下直接送一个立塔 而且塔旁边呢有一座黄精英啊 没有犹豫直接开立塔了 那武僧还在收小怪 可能看到小怪进度还行 而且这种小怪呢是比较好收一点 法师这两组精英比较烦的 血量不是很稳 已经送出去一个春歌了 武僧看一下这边两轮之后 继续往前走 这张鲜明神殿是大直到 哎电塔 电塔看来这之前两组小怪没有白收 武僧没有犹豫也是直接开塔 一般这种大直到地形里面都会有组精英 果然没有走两步就走蓝精英啊 这两组一起电应该很快就能搞定 法师这边两组黄精英打完 进度稍微领先一点了 立塔大概剩20秒钟 这里一堆胖子还要收一下 那收完这堆胖子继续往前走 争取再找一组精英 哎不错马上遇到一组蓝色 那开头一个立塔在山洞里面收掉三组 已经非常不错 那武僧这边的精英有点猛啊 喷火怪加上秘法棒 直接送出去两个春歌 我们看到呢武僧这边 两个春歌送掉之后呢 都在等秘法棒转过去才敢往前走 赶紧去找下组精英 按道理这还有一个 没错 这个黄色的精英 哎武僧武僧危险危险 哎呀 这精英牛逼啊 先住墙围起来 然后胖子连环爆炸 直接把武僧一波带走啊 那武僧两个春歌都在冷却 正好明镜止水呢 也在冷却 直接被精英秀了一波操作 这AI相当于木兽争霸疯疯狂的电脑 那看一下法师这边 山洞最后个塔点 开到个电塔 但是只有一组精英了 看一下下张图门口 有没有多送两组精英 武僧电塔结束 电死三组过图 山洞里面第一个塔点是立塔 跟法师反过来 先电塔再立塔 而法师呢 是先立塔再电塔 而武僧稍微犹豫了 一秒钟才开到他 那法师第二张图呢 是迷雾荒原 赶紧去找精英 这个电量至少能电死两组 找到左皇的 继续往前走 又找到一组 而且是大锤啊 法师决定呢 贴着大锤来电 让刚刚那组黄精英呢 自己跟过来 那这也是算一个小经验吧 大锤走的是比较慢 所以一般都会贴着大锤 让走得快的精英 自己往前跟 那武僧的立塔已经过半了 现在遇到一组黄精英 应该两轮就能炸死 那法师这边 莫名其妙送掉一个春歌 看他两个选手的 都仗着自己有电塔 打的是比较粗犷一些 那好 现在两个人都刚好 收完精英 往前赶路 武僧的立塔还有一半 法师快没电了 应该不够电下一组的 哎 法师在山洞的末尾 找到个盾塔 运气简直是爆棚 那现在立塔还剩一些 又开了盾塔 八个进度球呢 应该就轻松落袋了 美滋滋了 那法师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塔 两个塔用完进度条 直接到一半 武僧运气更好 三个塔无缝连接 那靠这个盾塔 应该能收掉四组 没问题啊 法师准备 看下这轮火元素 踩却能不能收掉这组 熔火爆炸 没有夺 那看来是想强收 失败了 自从随从改版之后 多送个春歌就是好 战术性脉春 是非常泛滥的 武僧这两组也收完了 进度好像稍微领先了一点 看看法师下层出什么塔 不过对法师 最有用的两个塔呢 已经用完了 接下来的塔呢 对法师帮助都不大 尤其是速度塔 对于拿双手杖的法师 法师来到兵营了 小房间里面 看能不能收掉这个黄金鹰 这个鬼魂呢 应该比较脆皮 比较好收 法师站在角落里面 密法棒 不管他卖春强收 哎 控马可的春歌带击退啊 把金鹰打到地图外面去了 这就难受了 这波春歌是卖亏了 只能等这个鬼魂呢 自己飞回来 那武僧这边呢 带着盾塔呢 又顺利的收掉一波蓝金鹰啊 进度已经很明显的 领先了一角节了 武僧的这个山洞 好像有点大 没有带顺利打 那应该靠打拳来传送比较快啊 但他还是很有自信啊 慢慢的跑图 可能连续开了三个塔 整个人都比较踏实 好 武僧准备过图了 那法师这边呢 还在收一组蓝金鹰 看看下轮火元素 能不能带走了 武僧遇到的是下水道 我估计他嘴角的笑容 已经僵硬了吧 不过没关系 有盾塔在 只要三组金鹰 再加两波小怪 应该就可以出王了哈 看一下 法师这边 火元素到的时候呢 分身全部跑掉 还好最后一秒 分身有回来啊 智商在线啊 回来补刀带走了哈 武僧盾塔快没了 看能不能收掉这组黄金鹰 看上去 这现在两个人进度差不多啊 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好 武僧这组黄金鹰带着结群啊 小怪态度炸起来有点慢 那这组金鹰感觉磨了很久了哈 我们看一下法师这边 这组金鹰也不太好弄 带恐惧和冰冻 那虽然只是140啊 但还是很凡人 武僧这边终于磨死了 往前走看看有没有塔 我靠引能塔 那其实武僧就这点好啊 不管哪个塔都能都都能用啊 那法师貌似立塔电塔用完之后呢 就没有塔 理论上不应该 按照进度来看至少还有一个塔 那最好还是引能塔 还能增加点伤害 而且这个金鹰法师磨了太久了吧 时间上有点亏啊 这个魅魔跟鱿鱼有点像啊 划来划去 持续也不是说特别好 那武僧虽然开了引能啊 好像这组金鹰也不太好打 杰群电风扇伤害反弹呢 已经送出去两个春歌了 像这种靠分身宠谋打的流派呢 遇到杰群这个词材都很麻烦 那法师可以过图了 哎 武僧又挂了 应该是正好明镜止水冷却的时候 这个火源灵爆炸 触发伤害反弹 把自己给炸死了 那不知道武僧心里面怎么想啊 这帮分身真的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好 法师最后一张图开到盾塔也算可以啊 至少不怕恐惧冰冻击退了 那法师虽然带着免空药水 但好像呢 喝药水只有7秒了 有盾塔还是会舒服很多 好 现在两个人呢 都遇到最后组精英怪 法师这边应该是两组 呃 武僧有引能塔 法师有盾塔 虽然武僧进度领先一小节 但是武僧杀王的速度呢 比法师要慢一些 所以比赛还是很有悬念的 最后胜出的概率应该是五五开啊 不太好说 法师现在这个地形比较尴尬 精英排成一长条 只能先杀一边再打另外一边的 那武僧减了三个进度球 正好出王一点都不浪费 这个王看一下 还可以还可以哦 单体王啊比较好杀 那法师这边收掉一组 进度还差一点 看来这两只牛出现在这里 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啊 那还是要带走啊 减了球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好 法师这边也 也成功出王了 看一下是什么 是这个呀 那会招骷髅会会瞬移啊 是有点烦 那还是会稳定的出神木圈的 但不算是最差的吧 武僧这边呢 王已经打掉一半的血量了 看一下法师收王的速度怎么样 要是能像暗黑二这样 带两把武器就好了 打王的时候 直接切换巫师之刺 应该会更快一些 好 法师踩的圈这速度不错 王的血量掉的很快 目测肯定要追上武僧了 就看这轮火焰速 能不能打得出来 靠腰 BOSS瞬移了 不过法师踩的重动 也跟着BOSS一起传送啊 分身还是开到BOSS身边 不过这里有两只分身跑掉 这轮火元素呢 只发挥了三分之一 不然这只BOSS已经收掉了呀 那现在两边的BOSS 血量基本一样 就看这最后两轮输出哦 武僧的火人炸 诶 可能没有触发降龙啊 伤还没有打出来 再看法师 马上到火元素 BOSS又传送了 这就没办法了 这次BOSS对法师 分身智商的碾压 那武僧最后的火人 准备炸 BOSS带走了 法师基本上只差了 一秒钟开始点宝石比较快吧 武僧之前有复活过 只用点三次宝石 那法师要点四次了 这大概又要亏一秒多钟 好 武僧现在已经准备 独条回城了 但是回城了之后呢 没有传送 跑过去关门 可能要比法师慢一些 我们看法师 法师回城 传送 哎呀 还是慢了一点点 还是慢了一点点啊 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可惜 哇 这次比赛又悬念重重 不到最后一刻 还真不知道谁输谁赢啊 那武僧呢 再一次险胜了 不过整场比赛看起来 法师的节奏似乎更加好一些 就是呢 有一组精英磨得比较久 加上最后的boss 有两次关键时刻传送走了 哎 有点可惜啊 好了 那这次武僧跟法师140场大对决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拜拜